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Nars的唇笔 我的这个色号呢是Luxembourg 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那种厚涂的时候它是更偏红一些 然后薄涂会更偏眉红 其实这个颜色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 就这个颜色是我真的是心中的tough one 这款唇笔呢是我当时在Nars创备买的 其实当时我不是去买这个颜色的 因为其实这个颜色在网上相比于其他几个色号 不算是特别火的色号 当时我是有去试其他几个和这个类似的红色 但是试了一圈以后我无意中拿起了这个 然后涂在嘴上觉得特别适合我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其实我觉得比很多色号要耐看 虽然我手上这种我现在还没有用完 但是其实之前斯福兰打折的时候我又团了一根新的 因为我确定说这个颜色真的是我非常喜欢 并且我可能会一直用下去的一个颜色 然后真的非常推荐这一支 我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梦妆这个creamy tint的唇笔 然后这个唇笔出的其实也挺早的 然后它是梦妆的16号 然后它是奶油质地的 这个颜色其实有点像土橘色加珊瑚粉 它是那种粉橘色然后非常有气质 虽然它的质地是非常适合秋冬的 但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是一年自己都非常百搭的 同时这个颜色也非常非常显白 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是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遇到一个 就我觉得其他颜色能和这个颜色非常相近 所以说我觉得它非常特别 当时这个系列的唇笔我非常喜欢 我大概在韩国有买了六七支 但是我带到美国只有四支 然后其中这一支是我非常喜欢 也最常用的一个颜色 第三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唇膏 那是Birds and Bees这个 523 Sunset Cruise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看 又非常有气质的浅玫瑰粉色吧 我觉得这个颜色就非常日常 其实它当时我是在Birds and Beyond里面买的 原价应该也就七八刀的样子 然后当时打了五折 所以说其实才四刀 但是我觉得就是已经 当时已经觉得非常震惊了 但是它的滋润度包括它的显色度 真的我买回来以后觉得特别震惊 算是我觉得在开价 就是开价美妆中 淘到了一道我非常喜欢的口红 并且这个颜色就非常日常 我觉得不管你是上班还是上学 因为它又非常润 所以我买回来以后 它的利用率真的非常高 就是一个随时我可以放在包里的一个颜色 第四个想要分享的呢 就是Tampleur这个唇釉 然后我的这个颜色是03号的Hara Pink 其实它就一个还挺日常的粉色 但是我觉得它唇油的质地首先非常好 你会觉得特别粘特别黏 就是有些唇油涂上以后就觉得嘴特别不舒服 然后它这个光泽感就是一种镜面的光泽感 我觉得也非常漂亮 首先我觉得它可以单身涂 第二就是如果你涂其他的唇膏 然后把这个叠加在嘴上也会觉得非常好看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口红 还有一点是因为它这个包装真的非常漂亮 非常有质感 所以说就是自从我买了以后 这款唇釉也是利用率非常高 虽然我觉得它的单价 相比于之前几个真的是要贵出好几倍 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健康用 其实它就非常值 最后一个我想分享呢 是Smashbox的这个Outlot的土橘色 首先土橘色就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色系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暖色调的土橘色 稍微偏一点点棕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它是南瓜色 其实它唯一的缺点就在于 上嘴以后稍微会有点干 但是大家应该从视频里就已经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涂了这个颜色以后 整个人就感觉像白了一个度一样 所以说这个颜色我真的是去年买完以后就非常喜欢 然后其实它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秋冬的一个颜色 夏天用的话会显得整个人稍微有些厚重 但是用完以后整个人的时尚感真的会增加不少 所以说我用的还是挺频繁的 特别是当你想有一个什么造型 或者是想走木骨路线的时候 我觉得这只颜色就非常非常好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了 所有口红和色号我都会放在屏幕下方清晰栏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一定要subscribe哦 如果你还有其他什么想看的内容 或者是关于视频的idea 你都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这次分享就这样了 拜拜